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这个惊天大案经过两个多月 在陕西这边也已经审出了眉目 特别是雍正派了一个钦差大臣刑部侍郎 他在湖南这个地方基本审出了整体的情况 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怎么样呢 他就依照法律来最后呢出你一个判决 然后等雍正皇帝呢最后审核一下 这个案子就结案了 所以雍正皇帝说把这些人呢 统统的押解到京城结案 本来已经就这样结束 但是雍正呢他不是 他讲什么呢 正要出奇料理 所以这个案子又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反转 非常大的一个反转 那雍正的出奇料理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说主要有三点出奇料理 第一呢 他不查本案深挖来历 什么不查本案呢 本案应该说你怎么模反 这些是本案 谁在后边指使 这些是本案 但他不查 专门查什么呢 关于我雍正皇帝那十条 所谓这个魔父逼母啊 士兄徒弟的这些东西 这些十条加给朕的这些东西 这是从哪来的 所以他给月中旗 还有给杭一路 都是这样 你们从张西那块一定要扣开他的口 他是听哪里说了 讲了这些 镇的这些奇闻 他给月中旗这样的下旨 他让月中旗来查 所以这是雍正皇帝就给月中旗 一个指示 清可讲朕 冤意处 依从何处所闻 随便在于言之 看依如何论意 雍正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大清朝这个来历 应不应该做天下 他最关心的是 关于我雍正皇帝 这十条从哪里得出来的 他要月中旗 你跟这个张西好好地跟他讲 好言 跟他讲 那月中旗开始就跟张西就谈 你到底从哪里 听说的这些 皇帝的这些事啊 他就讲了 他明思苦想 他说我那年不是到浙江 去访这个吕流良吗 那我不得坐船呢 从湖南的时候 在江浙这一路上都坐船 在船上的人 跟我讲的 当今圣上皇帝这些事情 他说那你这些人 在船上的人有没有姓吗 没有名没姓啊 但当时没有问呢 因为都是邂逅相遇 大家在一个船上 早聚小散的 我就没有问 也不知道哪里人 这个线索就没有了 但是月中旗这个人呢 我们说座官也很有一套 他知道这个事情简单 这么肯定不能交差啊 所以他来一个祈祷似的 诱导似的 给雍正皇帝来个密咒 他怎么密咒的呢 他说我怎么问呢 也不清楚 就是这个张西 也不说这个来历 到底这十条怎么来的 他说我就想 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刚刚从底钞当中看到了 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个提督 他最近呢 皇帝你不召见他去了吗 跟你皇帝呢朝夕相从 每天追随在你的身边 他最近呢 上了一个折子 然后呢 皇帝也有个批示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讲什么事情呢 他在进京之前 没有见到圣上之前的 天下都传 说雍正皇帝 了不得 喝酒是海量 把别人喝得烂醉如泥 他还一点没有 醉意 还照常处理朝政 这个陆正阳说 哎我这次 这个护从陛下 朝夕相从 从来没有看到皇帝 说有喝酒的样子 也没有从皇帝 这闻到酒味啊 他说看来天下这些事情啊 都是瞎说八道的 那这些事情都是谁呢 岳中齐 跟这个雍正讲 这未尝不是呢 就造雍正皇帝 你这些喝大酒 就是这些余党所为呀 哎雍正皇帝慢慢的开窍了 他要把这个案子 另外的方面引 往什么方面引呢 都是他死去那几个兄弟 还有活着的这些兄弟 跟他争夺天下的人 这些人到处散布 雍正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坏话 那我们可能 观众也会有疑惑 跟他争夺天下的那两个弟弟 八弟九弟 都已经雍正四年的时候 就死去了 现在已经 时过境迁两三年之久了 人家死去两三年之久的人 你怎么把自己的事情 推到人家身上啊 那雍正有他的办法 他要往前推 因为我们知道 流言这种东西 他有个传播 有个过程 就像在空气当中流动一样 他有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时候 雍正就 要断定 这应该是 他的几个兄弟的身 他们会散布的 所以立刻呢 雍正刚刚发泄一道御址 航一路呢 在这边收到了 什么时候收到呢 雍正七年的正月 二十一号这一天收到了 让他什么呢 把所有的人员 这些人犯呢 押解到京城去 没想到 他刚刚这边准备 第二天清晨的时候 又接到了 皇帝的第二道御址 这道御址 通过谁传下来呢 那我们知道雍正皇帝 做这些很多的事情 都是他的铁兄弟 那这就是呢 十三子 康熙的十三子允祥 一亲王 通过他口传雍正的上誉 说这个案子呢 现在不要押解到京城去 现在全部人犯 包括张熙 都要集中到哪里 到长沙 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审 一定要审出来 污蔑我雍正的这十条 到底从哪里来的 这件事情不审出来 这个案子你们先不要 移交到京城 那这样的时候 杭一路改变了办法 这个犯人呢 我们说恶逆之犯 这个增定呢 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 然后呢 史书当中用了什么词呢 反复开导 怎么开导啊 你不是主犯 你一个乡野小民 你怎么知道 宫廷当中这些事情啊 有的没有的 这个东西编出 像花的 像真有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啊 肯定不是你 得到的这些信息 另有其人 你只要说出了这些人 那就好办了 你是从犯 你就会保住性命 有网友问 雍正为什么要在 曾敬案上出奇料理 是不是雍正的性格里 就喜欢不按常理出牌 我觉得雍正啊 我在开篇讲 雍正十三年的时候 第一集讲如此 雍正的时候 我就概括四个字 其中有一个就是奇 雍正这个人呢 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特别讲呢 雍正这个人做事情 他是传奇 所以他在猪批当中 也经常会讲 朕会出奇料理 什么叫出奇料理的 我们通常来说 就是不按常理的 不按正常的逻辑思维 这样来处理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清朝的官员 一个省就能管一个省 那浙江的巡抚 你怎么能够管 江苏的事情呢 但是在雍正这里 他就可以这样做 在领会了雍正的用意之后 岳中旗和杭义路 两位主审官员 分别对张熙和曾静 开始了寻寻善诱的审讯 案件也的的确确 在向雍正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可是在岳中旗的审讯之下 张熙的供词 却还不足以达到 雍正所期望的目的 那么作为本案的主谋 张熙的老实曾静 又会不会给予雍正 借题发挥的空间呢 雍正又会用什么方法 来最大限度的 利用这件测法案呢 那这样的时候 曾静 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过去的时候 把一间扛上了 所有的事情 就我一个人担的 你们不要 租联别人 现在不是了 挖空心思就想啊 他说我开这个小书馆啊 就这个小私塾啊 小学校啊 招揽几个人 弄几口饭吃 在什么地方呢 在安人县的这个地方 交通比较发达这个地方 所以经常到这个地方也有 留下来吃口饭 那这个人呢 传说的事情就很多 但是我都忘了 但是我记住这件事情了 那还是雍正 元年的事情 四月份的事情 有一个人 号称是晋氏啊 这个人叫王树 他是个晋氏 他曾经他自己跟我说 他跟十四爷在一起读过书 十四爷我们知道了 就是雍正还囚禁在 寿皇殿 景山那个寿皇殿 放康熙玉荣这个地方的 允提啊 跟他在一起读过书 那雍正皇帝如获至宝 哦 终于这个案子开始 按照他设想的 开始往他几个弟弟的身上 引过去了 那然后就问呢 说长得什么样子 这个人呢 个子不高 微胖 当时呢 有四十多岁 那这个事情呢 已经过去五六年了 应该也是四十七八岁 这个样子 然后就画 画了一幅又一幅 让这个谁呢 曾经看 是不是你当时 见到这个王树 是个这个样子啊 那最后终于 确定 哦 就是我见到这个人 害了几拨人马 开始查这个王树 结果这条线索呢 没有查出了什么 按说近视 那是哪一科 那都很清楚的 查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线索就断了 但是雍正想 这个案子 不能这么轻易就过去了 只盼曾经和张希 这绝对不是 雍正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杭一路呢 我们刚刚讲过 从京城这个地方 作为钦差大臣 派他到湖南这个地方 审案子是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说这个案件 刚刚发生一个月多 不久 到湖南去审案子 十一月份 他人在这个地方审 那边的月中旗呢 审张希 也没有审出来 大的一个结果呢 那雍正皇帝 发布了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呢 非常长 这个上誉雍正 把自己呢 清清楚楚 这十条全部的反驳出去了 包括那些 所谓魔父啊 逼魔啊 这些一条一条的反驳 经过雍正的这个反驳 那雍正是个正人君子 继承皇位 无可置疑 而且把天下治理的 井井有条 百姓呢 都很安静 他讲的是这些 但是为了让天下的这些 封疆大吏呢 信服 所以雍正在发 这个上誉之前呢 先给他最心爱的 我们说最心腹的一个 封疆大吏 大家知道这个人呢 也是雍正的 模范三都府 谁呢 云贵总督俄尔泰 这个俄尔泰呢 立刻新领神会 给雍正皇帝上了个密折 他说这件事情啊 其来有因 他怎么说啊 他下面说 乌邦圣宫这些事情 所谓乌邦圣宫 就指着乌邦皇帝那些十条 这些事情呢 肯定是由内而外 由满而汗 要不然 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 据为可信呢 最后呢 罗尔泰得出个结论 这就是阿其纳塞斯黑之本意呀 给逆贼增进的 做了一个什么呢 他们一个章本 罗尔泰的这个一个密折 雍正看了之后又一次流泪了 这次又发自内心的这个流泪 随手的朱笔一挥 说出了又雍正真性情的 这么几句话 懒须言语不为无音 是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已 还要叫朕怎么样 为朕放心 丝毫不必愤懑 与此怪物 自有一番奇料理 也就是说他赞成 俄尔泰这个推测 这些事情 曾经这些事情 都是从哪里来听的呢 阿其纳塞斯黑他们到处传播 早千年传播的这些事情 所以雍正皇帝说赞成 后面这句话呢 说的又是真性情了 如果这样的话 大清皇帝做不得了 还要叫朕怎么样啊 雍正实际上表达了两层意思 这一局朕输不起 这一局如果输的话 他说天下人都认为朕 这个位置得的不正啊 都要学曾经啊 都有反逆之心 那朕怎么治理这个天下 所以他说朕输不起这一局 第二他讲的什么呢 你二他讲的对啊 那现在我们把审查的重点 应该往哪里审呢 往阿其纳塞斯黑 死去这两个兄弟 那雍正这个思路就开始变了 他就让这秦才大臣 这时候你们不用在湖南审了 在湖南审来审去 也很麻烦啊 那到了京城 把这些所有的张熙也好 曾经也好 还有吕留良的后人 这个李渭呢 在这里选择了五个人 一起压解到京城 二十几个人 所以到了京城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案子呢 分开了两部分 所以我一直讲 雍正这个心思枕密 确实在古代帝王当中 真的是非常罕见 怎么分成两部分呢 你听吕留良 来反清的这一块事情 由谁来审呢 由刑部来审 你加给朕的这十条恶名 这个事情不能别人来审了 由朕亲自审 跟这个曾经张希 一问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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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还是开导他 一直讲你这个乡渠小民 偏僻的一个山区 一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啊 你赶快就说吧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曾经 他就哦 也明白了 这个案子呢 这个事情 我听谁说的呢 还不是发配到 从我们湖南 到广西 发遣的犯人 他们在我这个书馆里头 老讲这些事情 哦 这个永正皇帝 如获至宝 立刻让刑部开单子 那我们知道 清朝的时候 图刑以上的这些案件呢 都要到京城当中 刑部去 最后是要审 所以发遣的这个犯人呢 我们今天讲的就流行了 那很清楚啊 而且永正皇帝说 我们专查哪一段呢 就是永正五年 六七月份以前 这一段 从湖南哪些人 发遣的犯人 到了广西 他们沿途怎么讲 那结果呢 这刑部立刻啊 很快把这个单子 递上来了 共计呢 一看哦 有两拨人 从这个地方发遣 开了名单之后 有八个人 其中有个叫耿六格的人 他说这个人是什么呢 三藩之一的耿京宗 他的孙子 他在发遣的过程当中呢 带了一拨人 这拨人其中呢 有的允堂的下人 太监 有的是允四的下人和太监 他们沿途当中到处 走到哪里都 宣扬到哪里 然后就讲 雍正怎么怎么夺敌 怎么把自己的母亲 撞死在柱子上 一个一个讲 实际上我们清楚了 这个事情是雍正呢 先操纵 未审先判 为什么呢 我们一再强调 事件发生的事件 非常的关键 也就是说 杭一路还没有到 长沙的时候 没有审的 那边的张西 在这个陕西的时候 也没有进行完全审出来 雍正就已经定调子了 几万字的长篇的上誉 然后呢 给下面的各个省 坎坷出去 定调子了 那后面的这些 所有证明 来证据 都是按照这个思路 来延伸下去的 所以最后呢 等于说是未审先判 那雍正觉得 这个案子很清楚了 那清楚怎么样呢 所以他最后 哦 这个就是阿其纳 塞斯黑这些人 特别是阿其纳 那我们知道 就是雍正的八弟了 隐四啊 他当年一直 跟黄父子作对 正继位之后 偏偏想摸大卫 大之为随啊 就是黄卫他没有得到啊 然后到处散布这些流言蜚语 加给正的不识之词 都是他 企图咬活重心呢 让天下的人最后 不服从正的管制啊 最后结果出来了 那这个案子呢 我们知道 谁的罪魁祸首呢 弄到了死人的身上 阿其纳塞斯黑 他的八弟和九弟 这个就是说 雍正对这件事情 第一个出奇的料理 布娃本案 专究这些来历 有网友问 雍正能写出几万字的上语 那他算不算 中国古代最勤奋的皇帝呢 应该是这样 雍正皇帝是 中国古代最勤奋的皇帝 他在执政的十三年当中 除了到东陵 也就是尊化的东陵 去拜业他的父亲 祖父的之外 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城 每天上午的时候 跟大臣们讨论朝政 下午的时候 一波接一波的 接见 招见 晚上的时候 灯下经常写折子 写这些密折 猪皮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猪皮 有多少呢 猪皮的密折有多少呢 有汉文的猪皮作者 四十大本 还有满文的猪皮作者 有五六千件 加在一起有五万折 雍正的一语猪皮 令这件原本清晰简单的 增进策反月中旗的案件 一问从生 最终在雍正上誉的授意之下 罪则归在了 本不相干的陨寺 陨堂的身上 但这件案子 对于雍正来说 是为自己证明 巩固统治的 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做文章 他又怎会罢休 那么随后 雍正又会采取什么方法 令这件策反案继续发酵 扩大影响呢 第二个初期料理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皇帝辩书天下讲读 这个更奇了 本来雍正发了上誉 这个可以 然后把这个上誉 勘客多少份 给地方的封疆大吏 文武百官 然后一级一级地往下 勘客 抄写 这个可以 定调子 这还不算 等这个案子 基本结案的时候 那雍正又来一个 出其料理 这个更绝 什么出其料理 那这个张熙也好 曾经也好 在京城当中 他经过雍正的 反复开导 威胁 你要想活命 你得按照朕 怎么怎么说 那这样的时候 他历次雍正皇帝 下的这些上誉 也就是说问话 问贡 那张熙和曾经的这些 所谓的贡状 他怎么怎么口贡 那还有呢 那这些审理案件的全部过程 雍正把它汇了一个集子 这个集子呢 非常的有名 叫做大义绝迷路 厚厚的一本 四卷 天下人都要堪坷 这不但要堪坷 每一个学工 那我们知道 有学校的地方 有世子读书的地方 都要存一份 让你天下人 不可议论真的是非了 这个我们说 是雍正呢 更一个出奇的一个料理 在这个自编书当中 也可以说 这个大义绝迷路里头 那雍正呢 完全把 曾经和张熙上书的那些 加给他的不知之词 完全我们说颠倒过来了 逐条的来辩驳 全部的重新翻过来了 那这样的时候 通过大义绝迷路 在全国的公开发行 所有的世子 天下读书人 还有的官员 层层的一级一级的 雍正给自己证了名了 我是天下最仁慈的君主 我这个位置得来是非常正的 我这个皇帝做得很出色的 讲了这些 这是他 我们讲最重要的就是雍正 这是他的第二个出奇料理 第三个出奇料理呢 更加的绝 可以说非常的决绝 逆犯有功 吕氏 朱连 那这个案子要结案呢 那曾静张熙 那要怎么处理呀 大逆呀 这个大逆 我们知道是 过去的时候 那所谓十额不赦 大逆是第一条 模反 你这是第一条 那要租连九族的 所以这个刑部也好 后来层级越来越高 特别是雍正最信任的 包括宜秦王允祥 他率了满汉大臣 没得说的 按照律法应该当处斩 不但要处斩 还要当大逆之罪 他的家属都要受牵连呢 雍正绕着不妥 这件事情 朕不能这么处理呀 雍正提出三条理由 我们说这三条理由 也很牵强 怎么说牵强啊 第一条 这件事情 是谁最后得出了真实的 岳中旗呀 岳中旗怎么得到 这个逆案的 跟张熙在那里 跪到这个地方 指着天发了事啊 如果朕这时候 把张熙给处死了 当成大逆不道之罪 处死了之后 将指我这个爱情 岳中旗于何地呀 那他背了老天啊 那雍正还设身处地说 朕如果是有了这种事情 那朕也一定想法设法 来弥补这个过失啊 不这样来处理呀 这是他第一条理由 第二条理由 曾经张熙都是穷读书人 秀才都不是 在这个地方非常贫穷 那你说 他们怎么是煮饭呢 而且最重要的时候 后来他们 写出了一个贡状了 曾经写了叫 归人说 我反省了 过去的时候是谁呢 我受了吕 吕露良思想的这些影响 我悔过了 所以 这个雍正皇帝就讲 那这也是个理由吧 你怎么能 能把一个乡渠小民 判成大逆不道之罪呀 这不行啊 他讲了第三条 他说这件事情 如果说 曾经张熙要不发漏 不到那地方搞策反 朕还蒙在鼓里当中呢 那肯定是湖南天下人 到处传播朕的这些事情啊 那朕是什么样的 一个皇帝形象啊 所以曾经张熙 不但是没有罪 还有功啊 雍正的这些说法 那所有的满汉大臣 那肯定是属于 不行啊 所以这个 仪秦王允祥 带领满汉大臣 一波一波的来揍 你皇帝指 大清律法一核地啊 怎么能这么随意解释呢 就是应该判 大逆不道之罪 应该死刑还不算 还应该租连呢 最后雍正把这话 放在这了 不行 这件事情 天下后世 有论朕是是 还是论朕是非 朕一肩扛下来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朕就说了算 放了人 那这仪秦王没办法了 所以马上大臣 那还是按皇帝说的吧 皇帝金口玉牙 说啥是啥 但是有些人不甘心呢 这雍正皇帝说 放了还不算呢 这个曾经和张锡 他还有公之臣呢 有公之人 还要赏赐 地方官嘛 你们要派一个 加强连 一个好大的队伍 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因为这样处理的 肯定也有人觉得不合适 要找他的麻烦 是不是 那你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而且亲自给湖南巡抚 下了命令 要赏给曾经多少钱呢 一千两银子 我们说曾经过去开这个书馆 可能开了半辈子 开了多少年 也挣不来这一千两银子 因为这个事情 他得到了一千两银子 回去 造自己的房子 雍正说给了一笔安家费 这样还不算 说你湖南巡抚衙门 现在不是有空缺吗 官方整俗吗 你看看有什么空缺 给他们 我们说雍正这些做法呢 可以说激起了 好多大臣的不满 但是皇帝嘛 尤其雍正这个 调二的一些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 那这样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东西 曾经呢 有一拨人带着 还有呢 张锡有一拨人带着 一个地方奔了湖广 一个地方奔了陕西 张锡不在陕西这个地方策反吗 你到陕西去 你曾经不在湖南吗 你到湖南去 到湖广 做什么东西呢 宣扬大义决迷路 宣扬皇帝的威德 而且呢 曾经还说 我过去是个禽兽啊 禽兽都不如 经过皇帝我才醒悟了 转世投胎变成人形了 所以他自告奋勇 我到天下各个地方各个省份 我给你宣扬皇帝这些 你这十条都是 那都是我过去 不识之词 我今天悔改 所以在各个地方经历过 很长时间的宣 宣扬 讲大义决迷路 雍正辩驳了 这十条都没有的这些事情 那这是对他的这些处理 有网友问 雍正堪客 大义决迷路 要在全天下自证清白 他这么做的背后 是否有隐秘的心理动机 从雍正的初一来讲 他叫博正 以正视听 因为议论 很多 从雍正一继位的时候 对他这些继位啊 来路不正啊 好多负面的新闻 可以说吵得满天飞 但是雍正 通过处理 曾经这个案子 然后呢 他自己 堪坷大义决迷路 要统一一个标准的答案 这就是属于正确的答案 在雍正的一番处理之后 原本证据血凿 难逃罪责的曾经张希 却由十恶不赦的逆党反贼 变成了有功之臣 并被委派去宣扬 大义决迷路 雍正的这个做法 也着实让世人大抵眼睛 然而这么大的案子 最终的结论 究竟是什么呢 如此罪责 又要归咎到谁的身上呢 那我们说 这个大逆不道之罪 曾经张希你不处理 而且前前后后这个案子 延续了几年之久 动用了国家的这种力量很多 你不处理人不行啊 那雍正说这个罪责 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吕流良 由吕流良来承担 这个旗就起在这个地方 大逆不道之罪的这些人 他有功 死去多少年的这个人 他是属于承担主要的罪责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月中旗为吕流良开始的时候就说情 李渭后来查查 吕流良家里的所有的书籍 可以说一个纸不留 还有把全家的这些祖孙三代 二十几口人 全部弄到长沙城 后来有几个人押解到京城去 李渭呢 也给皇帝上了一个 上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折子 所以我们说 这个人呢 同样做官还真的不一样 李渭这个人 你不要看他 大字不识几斗 但是这个人确实 他跟田文静不是一类人 怎么这么说 他查查完之后啊 他这样讲 他说其中啊 现在这些我都查查完了 但是呢 臣呢 对这些文字啊 不小文艺 所谓不小文艺 不知道吕流良写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无法判断 实际这个李渭是非常的 我们讲这个 做官知道有一套 所以我现在呢 立刻把它全部封在一起 给你皇帝 你皇帝 雍中皇帝 你看看人大 好多的大臣 是不是识文断字啊 这些文艺高深的 让他们来看看 吕流良写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反义啊 实际上 从岳中齐到李渭呢 都是保这个吕流良 岳中齐还讲过 吕流良的孙子 在康熙时期参加了什么呢 一念和尚的这种反清的事情 后来康熙审出来 全部都赦免了 你到这块的时候 言外之言 你雍正皇帝怎么处理啊 但雍正说不行 真正大逆不道的是谁呢 吕流良 吕流良已经死了 他的长子也已经死了 那要录诗 要消逝 把他的头悬到城门上 他的弟子 一个不能跑 家属全部连坐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案子 非常之大 曾经张希没有处理 吕流良输的 曾经张希策反的 这些人没有处理 吕流良呢 死了多少年了 本就挖出来 销手势众 儿子销手势众 展立绝 可以说 十五岁以上的 有的 我们知道 发配到非常远的地方 还有他的弟子 无一例外都处死 那这后来呢 留下一个事情 我们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吕四娘 是吕流良的孙女 他逃脱了雍正的法王 后来呢 潜入宫中 杀了雍正 报了他的祖父 一家的吕家之仇 当然这是民间的一种传说 吕四娘演义当中 讲的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时候 把这个惊天大案呢 等于说 到雍正十年的时候 结了相 最后呢 把他整个结过 那雍正皇帝呢 也经常讲 他说帝户在位呢 三年悔之 三年欲之 什么叫三年悔之 三年欲之 开始继位的这三年 天下人都说坏话 但是经过时间长了 到后三年的时候 天下的臣民都很服帖 都觉得他做得很好 欲之 歌颂他 赞扬他 肯定他 那我们知道 曾经策法案呢 发生在雍正六年九月份 这个时候呢 是雍正执政的第七个年头 雍正一共呢 在清朝执政呢 当皇帝十三年 正好走过了雍正皇帝 做皇帝的一半 那雍正的个人 我们说是一个极有特点 极有个性的一个皇帝 那雍正还能做出什么样的作为呢 他的个人的品格 性格 还有他的家庭生活 又将如何呢 我们将在下部 跟观众进行分享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